邓伦 所以在稍后的这个时间当中 我们要帮大家多蒙取一点福利 跟他们好好互动一下 那其实今天的邓伦来到现场了 当然是要跟大家共同分享 事实多多 你和青阳之间的一些故事了 那首先还是问一下 最近的工作还是很忙吗 还好 最近一直在拍戏 所以很专一地在做一件事情 很专一就是要拍好戏 有更多好的作品要跟大家见面 那可以给大家透渡一下 周期大概还有多 现在的进度怎么样了 快了 快了 快杀青了 快杀青 我们就随时等着邓伦的新作品了 好不好 当然我们认识邓伦的时候 当然都是一个非常优秀和专业的演员 但是最近又解锁了一个新的身份 就是密室逃脱的老板 Fire Room 而且我觉得今天 我们的场地选的真的很用心 所以这家店就在我们楼下 所以你们大家都有去过了吗 真的假的 觉得怎么样好不好玩 而且今天我在开始之前 我本来想说活动结束了 我订一场去玩玩看 我今天看今天场次全满 可以可以 没有 我来给你安排 谢谢 好 所以大家就跟着我们一起去了 好不好 OK 所以其实我想问一下 伦哥 其实你好像对密室这件事情 还是蛮情有独钟的 你平常生活当中 自己也很喜欢玩密室 对吗 对 其实 其实从 从三年 三年前 就是我第一次录节目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 不太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娱乐的一个项目 嗯 经过三年的节目 包括其实在线下也玩很多密室 我发现其实这个密室啊 很 怎么说呢 很 很多元化 是 就它 它不是一个只单单的一个娱乐项目 我觉得它会让你感受到了很多的 有很多的人生感悟 对 嗯 就是现在很多主题都是有一种寓意在里面的 对对对 而且而且你会在一个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 会体验一种不同的人生 嗯 和一个不同的故事 是 甚至都不是现在这个时代 其实就是亲身体验了一场电影一样 是 啊 所以我觉得它的妙处可能在这儿 嗯 所以对 包括其实里边还有很多的解密的东西 嗯 对 所以也会让你很有成就感 是 然后会 会激发你的大脑的逻辑性 对 然后会 会有很多多元化的东西去 去不断地激发你 所以这也让我 慢慢地对于密室这个 这个东西很轻有独钟 是的 所以其实呢 就像刚才都能说了 每一次的这个密室呢 都是一种不同的体验 嗯 而且像你刚才说的 我们在进去在体验密室的时候呢 都会有很多的谜题 等着我们去探索和发现 就像我们青阳的主题一样 要让大家跟随我们青阳一起 无惧解密 无惧挑战 是的 对不对 是的 那刚才呢 其实说到我们这个密室 还有我们这个青阳产品 最主要的一个呢 就是要告诉大家 不惧解密 那么同时呢 这次我们青阳品牌的态度呢 就是沁箱有样 无惧解密 我们的青阴花露呢 采用到了独特的香氛生花技术 同时呢 提取到鲜活时刻的青心花香 蕴含了一万颗的缓式香氛凝珠 48小时持久留香 无惧解密 所以呢 现在正在线上呢 各位亲爱的灯心们 下单到我们的解密套组 就会获得我们邓伦独家放送的周边 所以大家要记得 买青阳请逛 京东超市 好 那其实今天我们的主题呢 叫做无惧解密 那接下来 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第一个挑战了 好不好 好 我们的第一个挑战呢 要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首先啊 拿上我们的道具 来 有请 好 拿上了一个感觉好像 经常在密室会看到的一个密码箱 就是在密室里看见箱子就想打开 就想去打开 对不对 但是呢 好 来我们这边请 但是呢我们要打开它呢 还是要经过重重的考验的 上面有个密码 好 那首先呢 要麻烦伦哥看一下 我们的桌上现在有几片拼图 有 一二三四五六 要六个 那么首先呢 要先辛苦你 先把这六片给它拼一下 把它拼完整 好不好 可以吗 好 我们把它放在这个上面 待会可以让各位粉丝们来看一下 好不好 好 那灯轮在台上拼拼图的这个同时呢 各位亲爱的灯芯们啊 现场的各位灯芯们 你们入场的时候呢 每一个人的手上呢 都有一个我们的礼品袋 现在呢 请大家看一下自己的礼品袋当中 有没有暗藏玄机 看一下你的礼品袋当中 是不是也有拼图的碎片呢 找找看 有没有啊 如果你够幸运的话呢 我们随机拿到了拼图碎片的 各位亲爱的灯芯们 就要举手示意了 好不好 有没有 谁有拿到吗 拿到了请举手示意一下 哎呦 一共有三片啊 拿到了吗 好 稍等一下啊 伦哥还在很认真的 再找寻一下 每一个拼图他的位置在哪里 这个 好 我们来稍作等待一下 我也帮帮你好不好 对 这样子 OK 好 缺几个 对 现在一共缺了三个 现在三个还有一个在 在灯芯们的手上 这个在这边 好 还有一片的 这样子 好 首先我把这个给他放在上面来 好 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 伦哥已经在台上呢 完成到了 我们整个拼图的三分之二的部分了 还有三片在我们厂下 当心的手上是哪三位 好 那辛苦你们 麻烦你们来到我们的台上好不好 来 随机发放的 你们就被抽到了 好 来 我们这边请 我们从这边上 好不好 好 欢迎你们 恭喜你们 哇 一上来就可以握手了呢 哇 充分福利了啊 那 接下来要辛苦你们把手上的这三片 我们把它拼贴完整 好不好 来 我们一起把它放上去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拼图 最后拼好了以后 它到底会为各位呈现出 一个什么样的玄机 或者是里面有个什么样的秘密呢 好 辛苦我们的三位担心 将你们的拼图给它拼贴完整 好了吗 可以了吗 行 好 那谢谢 谢谢你们三位 辛苦了啊 辛苦了 还是要稍坐休息一下 辛苦了 谢谢 好 来 这边请 好 那我们已经拼好了 现在呢 我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也要给伦哥看一下 它的背后呢 其实暗藏的玄机 看到了吗 有一个48H 48H是什么意思呢 我要告诉各位 48呢 是我们48小时的持续流箱的时长 那接下来呢 就要麻烦邓伦 打开我们的密码箱 但是我们的这个密码的提示 就是48H 你来想想看 其实很明显了吗 48已经有两位了 那第三位数字是多少呢 想想看 有没有一个 第三位是H啊 H H是几呢 是三位数字密码 我们就把它给打开 你们能想到吗 啊 聪明了 谁说的 是8啊 为什么 因为它在第八个 H ABC ABC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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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对 是8 所以是4 488 88 来 试试看 好 按一下旁边就会看到 真的 掌声鼓励一下 哎呦 回答正确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我们的宝箱里面 究竟是暗藏什么玄机呢 我们打开看一下 哎呦 所以呢也希望各位朋友们跟着邓伦一起无谓解密 当然记得 购买到我们的青阳要记得逛京东超市了 好不好 好 那现在呢我们打开看到里面是两瓶青阳 那邓伦其实作为到我们青阳的敬爽代言人 我相信其实你在生活当中是早就已经使用过了嘛 对不对 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使用完以后是什么样的感觉 首先我很喜欢樱花的味道 是 对 所以刚才也说了48小时流香 嗯 会让你的头发一直有樱花的香味 是 就让大家好能随之随地都可以保持这一个非常舒爽愉悦的心情 对不对 而且 而且用完它以后头发不会很干 会很润润的 是 保湿的同时呢 而且可以让我们的发质变得更好 而且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其实像邓伦你每天不同的工作要做不同的发型 对吧 可能有时候要吹啊要夹 其实对头发的损伤是比较大 但是呢我们的产品当中的全新升级 加入到了复配双重的氨基酸 以及珍稀的天然深海酵母 能够深层的浸透头皮 不仅如此 我们在使用完之后呢 我们的头发可以达到三倍的蓬松 其实对于男孩子来讲 我觉得头发蓬松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的 就做造型会比较好看一点 没错 要不然就太贴头皮那样就不好看了 对 所以呢男生女生 我们都一定要赶紧把它用起来 好不好 好 那其实说到了我们这个青阳两大非常厉害的系列 那今天我们在现场呢 也要现场为各位 跟新朋友们来见证一下 他的神奇的地方 好那接下来呢 要辛苦到我们的工作人员 拿上我们的道具先 好不好 来 有请 是的 当然还是希望我们线上的各位亲爱的朋友啊 赶紧分享我们的直播间 让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线上来观看了啊 那在稍后的这个时间当中 我们要为各位来做一个试验 让各位来见证一下 为什么邓伦还有这么多的朋友 对于我们的青阳都是情有独钟 他究竟有什么样的奥妙在中间好吗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我们现场的各位亲爱的灯心们 你们平常也早就已经用过青阳了是吗 有用完了吗 女生们就是用完了以后觉得怎么样 舒爽吗 很香 对 而且呢 你们每一次用 每一次用完了以后 你们都会觉得好像邓伦陪着你哦 是不是 哇 好 来邓伦我们往前一步 首先呢 我们要为各位做了这个试验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桌上呢 有两根这个羽毛 好 那桌上呢 我们也摆了两杯我们的洗发水 一杯呢是我们市面上面普通的洗发水 一杯的洗发水当中呢 我们就加到了我们青阳的直觉系列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各位模拟到的是现场洗头 好 这两根羽毛呢就是代表着我们的头发 所以接下来请伦哥你拿一根在青阳当中洗一下 我拿一根在一般的这个里面去洗一下 好 好 我们就把它放进去就洗一洗 这个羽毛呢大家都知道 其实我们的羽毛是非常的蓬松的嘛 对不对 那在两杯不同的这个洗发水当中洗过之后 它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好 我们洗完 我们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 就是这样子 那要辛苦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啊 我们要拿下去用我们的吹风机把它吹干 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那稍后呢我们就会在台上跟大家共同的来见证 用完青阳直觉洗发水洗完了以后 它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其实现在都已经看起来都觉得好像就是很顺了嘛 对不对 香香的 很香在这我们都闻得到香香的部分 当然呢这个我们像平常就洗头 那洗完了要吹干才看得出来效果嘛 对不对 好 那节目的工作人员 我们把羽毛拿下去帮我们吹干一下 好不好 辛苦了 待会吹干以后我们就拿到台上来 让大家见证一下我们这个奇迹的时刻了 好的 谢谢 好 那这一瓶呢是我们的青阳直觉系列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我们旁边啊 我们的青阳的青樱花露啊 这一瓶我觉得很厉害了 这瓶它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48小时的持久沁香流香 而且它的香味的灵感呢 是源自于日本的樱花珍品八重樱 香调呢层层渐变 而且刚才邓伦都说了 非常的喜欢樱花的味道 是吧 而且男生女生用到这个味道 我觉得这个都还蛮适合我们的 所以呢 今天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 我们要请到一位特别的来宾 来到我们的台上 跟大家共同的来见证和分享一下 我们的青阳青樱花露这一瓶 它的香味到底有多厉害和多神奇 我们要有请到我们青阳品牌的研发老师 华静老师来到我们的台上 为各位做实验 有请老师 有请 老师您好 好 好 来 这边请 好 来 轮哥中间请 好 老师站中间 对 我学习一下 是 好 那老师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联合丽华 上海研究发展中心 九步发实验室的华静 是的 老师您好 那刚才我们都说了 我们青阳的这一瓶青樱花露 它的香气其实是很厉害的 对不对 48小时的持久流香 那接下来 你就要在现场跟大家见证一下 我们这个香味的力量 对不对 好 那在我们这个实验开始之前呢 首先我们有一张图片 要给各位登心和邓伦分享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大屏幕 好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呢 有一个香味测试仪 上面显示的是205 这个205所代表的含义呢 是这朵鲜花在刚盛开和绽放的时候 它的香味值是205 好 所以老师 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试验呢 那接下来呢 我们是想要检测一下 使用过青阳青花露洗发水 洗过后的发术 它的香氛强度 好 然后呢 我这里手里呢 有一台很专业的一个香氛解测仪 然后大家能够听到它的噪声很大 是因为它的灵敏度很高 其实是一个很专业的仪器 是 然后这个也是我们从英国研发中心这边给邮寄过来的 哇 好 很专业的仪器了 好 好 然后这两个发术呢 其实是我们刚刚在实验室 然后用青阳的青樱花露洗过了 可以闻到它有很香的一个樱花香味 是的 好呀 然后呢 我将这个发术呢 然后放到我们这个密封罩里面去 好 这个头发是已经用青阳的青樱花露洗过了 对吗 你可以闻一下 好好闻哦 我觉得真的要是是女孩子们 你们真的就是每天头上保持着这种清香 真的 哪个男孩子可以逃脱你们啊 闻起来就觉得好浪漫的感觉 很清香 好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把它装进去后测试一下它的香氛度 对吗 对对 是的 我们要把这个产品 我们要把这个发术呢 然后放到我们这个专业的一个密封仪里面去 好 老师那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这个发术是已经清洗完多长时间了 这个是在实验室里面清洗了完48小时后的一个发术 已经48小时了 对对 它自然风干了之后放置了48小时 因为想要贴切我们的48小时流箱 好 OK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操作呢 可能需要主持人或者是等等帮我来 好 怎么着我拿着是吧 对你拿一下 然后我把 哇谢谢 我把它连接上 然后主持人可以看一下 哎呦 可以看一下它的试数 哦 它下面的仪表盘的数值就会有变化了 对不对 对 它现在是一个初始值 相当于是拿进我 可以 好 然后我把两个端口给连接 嗯 然后检测 然后按一下我们这边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数值的变化 哦 它现在都已经都已经一千了 一千 它现在是偶尔来尔了 都已经有一千多了 对 对 不是二百零五 二百零五是 是刚刚刚刚刚刚 自然花香的对 意思就是说其实使用完我们的青樱花露以后 我们的香味其实要比自然的花香 其实要香很多的 对 它刚刚是已经超过了一千了 对对对对对 是 哇那这看来其实我们的流香的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了 对不对 好那老师你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青阳这一次是做到了如何的升级迭代 可以做到有这么棒的香味和流香时间呢 是因为青阳的青樱花露洗发水呢 它其实含有了一个Living Flower生花技术 然后这款技术呢是通过一个顶空吸附 等一些现代的一个香气的一个捕捉科技 然后能够捕捉到任何的一个地点 然后以及任何的现代的一些调香手段将这个香风进行还原 所以呢大家能会能够闻到一个很贴近自然的一个八重阴的香味 那同时呢这款香风里面其实还有了一个微胶囊技术 然后这款技术呢其实能够将这个香风缓湿 缓慢地释放出来 所以我们在揉搓的时候会感觉到 那这个香风越来越香 然后以及在洗完吹干之后 我会感觉到这个香风在缓慢地释放出来 嗯 了解了 好 所以啊各位女生朋友们和男生朋友们都要去get到我们的青阳的青阴化路 这一款的洗发水了好不好 那也要谢谢老师您的分享 辛苦你了啊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好 老师这个专业的仪器是按哪一个键给它关掉啊 按一下power power 好 为什么 它是只听你的话吗 常按一下power 对 它很专业 不行耶 伦哥要不要试试看 为什么我连一个仪器我都把它给关不了 可以吗 哎 是的 伦哥把它搞定了 还是要认人的 是因为今天的伦上台的时候 刚用完我们的青阳青阴化路 所以他可以把它给关掉了 检测到它的香味了 好 那刚才呢 我们在现场为各位见识到 见证到了我们青阳青阴化路的这个香味的这个力量了 而且在我们刚才 我和伦哥不是洗了那个羽毛吗 对不对 现在 哇 已经吹干了 哎呦 这看起来就很飘逸呢 好 那再次辛苦伦哥我们再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这一根 是我刚才用普通的洗发水洗的 邓伦手上的这个是用到我们青阳直觉洗的 其实很明显 其实两个看起来虽然它都很飘逸 但是还是有差别的嘛对不对 这什么东西啊这是 这个 就是看起来就觉得它很稀疏而且没有这么飘逸 但是这一根上面大家可以看到它非常非常的饱满 而且非常的顺滑 很蓬松 你好 谢谢伦哥 好 我们舞台中间请 这边请 好 那其实今天我们在现场我们做了这么多试验以后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帮现场的各位灯心们要来蒙取到福利了 对啊 很多的朋友远道而来今天来到现场 当然希望可以来到台上跟邓伦近距离的互动了 好 那今天的每一个朋友们你们手上都带了一个手环对不对 上面都有你们的编号 那接下来呢叫辛苦邓伦随机说出三个数字 然后被念到的各位亲爱的灯心们就到台上来跟你进行互动了 好不好 好 第一个 第一个三十二吧 三十二是有什么原因没有 这随机说的 四十八小时流香 四八三十二 四八三十二 行 对 四十八小时啊 青樱花路四十八小时流香 那我们就选择三十二 三十二的这位单心你在哪里举手试一下好吗 嘿 您好 恭喜您 好 来台上请 台上请 来这边请 好 我还差两位 两个 一零二一吧 多少 一零二一 一零二一 一零和二一 一零和二一 十和二十一 哎呀 这个数字也是很特别了 对不对 是你的生日 好 来 有请我们 这两位朋友在哪里 好 恭喜你 来来来来 台上请 台上请 恭喜三位灯心 台上请 来 欢迎 欢迎 恭喜你们 恭喜你们 好 很开心 好 那辛苦我们的工作人员拿上我们的互动道具好不好 好 来 有请 是的 那简单为各位来说一下这一轮我们的互动环节呢叫做蒙眼石香 那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的三位灯心呢你们将蒙上眼睛依次来闻一下桌上的三瓶香气 看你们能不能第一时间辨别出哪一瓶是我们青阳的樱花香味可以吗 好不好 来 三位我们一步这边好不好 你们想谁先开始 一人带一个是吧 对 一人带一个 谁想谁第一个 好 就你先开始吧 好不好 那 对 不 我们要先戴上戴上的这个眼罩了 好吧 你先可以先 每一个上面都有这个提示啊 第一个是青阳 第二个是其他 第三个是其他 你可以先闻一下 先记住一下它的味道 那在稍后你戴上眼罩以后 较辛苦 伦哥你待会把它打乱顺序了 你随机拿一个给它闻 看它能不能第一时间辨别出来 好不好 好 其他的你要再闻一下吗 确定一下哦 有两个好像是不是有点像 你再试试看 对 这一杯你再试试看 OK 可以吗 能记住吗 挑战开始了 好 来 戴上眼罩 好了 那接下来就要辛苦 登伦 你随机先拿一杯给它闻一下了 这个确实不太好闻 有两个很像是不是 这个太难闻了 不能这么容易就放过了它 这个真的太难闻了 行 我给它拿 对 你给它拿 你随机先拿一个给它 好 第一个 来 第一个你闻一下 我们青阳是这一杯吗 不是 不是 OK 好 第二个 我们的青阳是这一杯吗 如果你答错的话要把这杯喝掉 那赢了是有奖品吗 赢了 当然有奖品了 你确定吗 这一杯是青阳吗 花香吗 是 好 那我们就打开眼罩 好不好 恭喜你 回答正确了 哎呀 好 厉害了 好 掌声鼓励一下 掌声鼓励一下 好了 那我们就在旁边稍作等待一下了 来 我们第二位登星 来吧 来吧 好 行 来 你先感受一下 也是先闻一下 中间的 对 中间的这杯是青阳的樱花的味道 旁边这杯 对 对 这两杯好像闻起来是不是很像的感觉 对吗 好 我们闻好了 就要戴上眼罩了 要赶你挑战了 好 来戴上眼罩 同样也要辛苦一下伦哥 你随便给他拿哪一杯 随机拿给他 让他闻一下 挑战一下了 好的 好 来 第一杯 我还没拿呢 给你拿一个男的吧 好 拿一个 来 考验你一下 好 我们的青阳是这一杯吗 是 啊 你确定吗 嗯 啊 不是 哈哈哈 嗯 是 到底是不是啊 要闻其他的在做剧 啊 也行也行 可以吧啊 好 他要对比一下啊 行 那 来 给我吧 哈哈哈 还有 还有闻吗 我坚持你的想法是不是 好 第二杯你再来试一下 我们的青阳是这一杯吗 是 哈哈 怎么两个都是 两个都是 到底是哪一杯 我们要确定一下哦 你确定好了吗 第 第几杯是 第一杯 第一杯是 好 我们要打开眼罩来看一下啊 好 他回答的正确吗 如果正确的话 你们掌声告诉他好吗 恭喜你回答正确了 行 好 来 最后一位登星 该你了啊 希望你能够回答正确 好吗 平常不是都有在用青阳吗 所以其实对他的味道 其实还是挺熟悉的嘛 对不对 好 来 辛苦你戴上眼罩 好 先闻一下吧 是不是很特别的味道 很清香的那种樱花的味道 记住这个味道就好了 记住了 跟邓伦同侃的味道 应该闻一秒就记住了吧 对不对 OK啦 好 好 行 来吧 戴上眼罩 我们要开始挑战 第一杯 哎呀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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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第二杯 是这一杯吗 好 可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好 这是第二杯 好 最后一杯 再辛苦一下 伦哥拿给他 对 最后一杯 小心啊 好 是第几杯 你确定吗 确定啊 那我们打开眼罩 是的 第二杯 就是我们的青阳 青花鹿 好 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 谢谢 好了 当然呢 你们三位已经挑战成功了 我们会有一份非常精美的大礼包要送给你们 好不好 要请我们台下的工作人员为你们送上我们的礼物 好不好 恭喜你们 谢谢三位登星 辛苦了 谢谢啊 台下稍坐休息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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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们 谢谢 谢谢 好 那要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对 麻烦大家帮我们就收拾一下我们的这个道具 好 那其实说到了我们今天呢 我们为各位传递到了就是我们青阳的这个精神嘛 叫做无畏解密 所以其实今天在我们的这个互动环节呢 我们还是非常的用心的 就像密室里面有一关一关的这个关卡 好 那马上呢 我们又准备到了一个挑战 刚才是考验登星们的 接下来这个挑战就是考验你的了 我想问一下 其实我觉得 伦哥应该记忆力应该很好吧 做演员 因为很快速地要记住台词 所以你的记忆应该是很好 还行 还行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现场考验一下邓伦啊 我们这个游戏呢 叫做翻牌连连看 我们从大屏幕上面来看一下啊 来 首先我们的大屏幕上面呢 现在我们有16格 非常的简单 每两格相同的 现在我们给30秒的倒计时给到邓伦 我们把它给记住一下 待会呢 我们就要请邓伦现场的来翻 看一下我们能不能快速地 把每一组都给他翻对 好不好 可以吗 好 我们现在倒计时开始 多少秒 30 够不够 好 你们大家也可以记一下 待会可以给他一个小小的提示 我今天彩排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很容易 我试了一下 我居然只翻对了三组 我都觉得的话 我根本就记不住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而且呢 其实今天我到后台的时候 我发现了 其实记这个是不是有点规律的啊 大家看一下你们一起来挑战一下 看能不能记得住 好吗 你们也帮忙一起记一下了啊 好 还有10秒 抓你时间 就这样吧 好 就这样吧 好 来 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拿上我们的道具 好 你们大家会觉得 邓伦会挑战全功吗 哎呀 好了啊 我突然脑子一片空白 哈哈哈哈 你们能你们能记得住吗 刚才的 能啊 真的啊 好 来吧 来吧 文哥 请开始吧 哎 哦 第一个已经翻出来了 好 第一个 京东超市 这一个京东超市 对 这一个京东超市 这个是不是啊 嗯 我帮你哎呀 恭喜你对了 呃 这个这个这个 我其实我其实这俩好像是一样 你可以随机先翻开一个看一下 对对对对 我先翻开一个 对 好 超有样 超有样 这个也是超有样 啊 我们来看看一下啊 哎呦 哎 可以哦 记忆好了 我我我我我我看随机翻一片吧啊 好 清阳直觉哪一个 这个这个吗 你们该不会是拍了照再看照片吧 哈哈哈哈都是记住的呀 哎 这么厉害啊 哈哈哈 是不是刚才都忘了拍照了 哈哈哈哈 三倍蓬松 在哪里啊 哦 哈哈哈哈 这个吗 呃别乱啊 哈哈哈 我想一下啊 哪一片 三 这儿 这个吗 哇 你们的记忆真的很好哎 哎呦好了马上快完成了再看一下这个 持续庆香 还记得吗 持续庆香是在这儿吧 对吧 是吗 哎呦 有有意见不统一啊 哪一个 哎你们要掰头一下了 哈哈哈哈 啊 最后一个 这个 哦 看一下 哎真的哇 哇你们记忆力真的很好哎 那还有我怎么记着还有两个连着呢 还有两个了这个吧 哎这个这两个连着呢 哇 哇 那最后 那肯定就是这个了吗 对不对 没有没有 还有还有 哦哦 哎哎 那我的 你可以翻这个 你可以翻那个 嗯 好 啊 庆香有样 无谓解密 无谓解密 这个 大家还记得吗 这个我完全没有印象 这个 这个吧 哎呦 对了 香氛生花 哇 掌声鼓励一下 哎呀 你们一同完成了啦 太棒了 太棒了啊 谢谢谢谢 好了 来 辛苦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 要恭喜邓伦完成了我们这一轮的挑战 啊 那同时呢 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 要买青羊 要请记得去逛京东超市了 好不好 嗯 好了 那今天呢 我们马上要来到啊 我们也是一个跟粉丝有关的这个环节了 那其实啊 每一次我们有啊 青羊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好的机会 让各位邓心们可以在现场见到邓伦 大家都非常的开心的 所以有很多的邓心 他们有很多的话想在我们的现场 跟你来分享 或者有些问题想要问到你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粉丝的问答环节了 好不好 也是为你们谋求福利的 然后呢 也要辛苦邓伦 任意的说三个数字 然后被抽中的邓心们也可以在现场向你来进行提问 好的 可不可以 好的 好吗 好 希望大家的问题都不要这么麻辣啊 或者是说有什么很想问的 稍后抓紧时间 好 来 那就刚把刚才那三个数字翻过来吧 翻过来 对 就是十就是一 二十一就是十二 然后还有一个三十二就是二十三 好吧 啊 我觉得我现在是在参加密室逃通 我在想 所以我们是哪三个 第一个数字是 一号 一号 哪一位朋友是一号 啊 这边 你好 欢迎你 那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给一个麦克风给你 好不好 小心啊 雷雷雷你好 我是来自上海的登星 自从本了你之后 就是我的生活 还有工作嘛 都变得越来越好了 然后我觉得这是你给我的好运 哇 谢谢 就是 我平时就是会在家里 追你的剧嘛 然后看你的宗艺 然后特别期待你 就是现在在拍摄的夜里人 我家里就是我女儿嘛 我女儿是那个小灯芯 你的小灯芯 她就是从爸爸去哪儿 开始看你的综艺 然后还看了就是上星故宫 接着极限挑战 她基本上都是 每期都看两次这样子 真的非常喜欢你 然后就是她马上要生日了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可以得到邓伦哥哥的祝福 生日祝福 当然当然 在这祝她生日快乐 好 谢谢 她小名叫月圆 哦 月圆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 哥哥你真的很暖 谢谢你 就是相信我们灯芯和 就是邓伦双向奔赴的爱吗 就会一直到永远的 一直支持你 谢谢 是 一定的 哇 好感动啊 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 谢谢 太可爱了 真的很暖心啊 好 那第二个号码 我们出几号呢 12号 12号 好 恭喜你 好 有什么样的问题 哥哥这次代言洗发水产品 我超级超级超级喜欢你今天的造型 我想问一下 我想问一下 哥哥平时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发型呢 喜欢长一点还是短一点 其实 其实 其实我 对 其实我也喜欢简单一点 其实 对 把头发就是很自然的下来的那种 对 然后 但 那我一直想找一个契机想 想 想把头发比现在要短一些 对 对 但是 现在已经 你说那种本寸那种吗 也不至于了 哈哈哈哈 其实 对 其实我头发挺长的 现在 其实我头发现在应该有这么长嘛 哦 对 稍微 嗯 对 稍微再短一点点 但我找过去 如果后面有哪个戏 或者戏里需要 角色需要的话 所以 可以 对 但是我什么样子自己都喜欢 哎呀 简单的来说 就是人长得帅什么造型都好看啦 对不对 哎 当然也要记得用青羊 因为用完青羊做什么造型都好看啦 好不好 对 对 对 OK 好 越用越好看啊 是 谢谢这位灯芯啊 那么还有一位啊 刚才轮哥选的是几号 嗯 二十三 嗯 二十三 哎呀 好 来 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给我们这位灯芯麦克风 嗯 伦伦 你在已经开了密室店和火锅店 嗯 然后呢 我也很喜欢吃火锅 然后去火车吃了很多次 觉得很喜欢 非常好吃 然后密室店呢 也已经玩了第二次了 今天又刚玩第二次 感觉又有不一样的体验 觉得和第一次又有一些 很多其他的一些亮点 嗯 我想问说 你除了在就是现在开了这些店之后 是不是有想过要拓展其他的一些行业呢 那或者说 嗯 有没有一直想要计划 但是还没来得及做的事情呢 嗯 其实实话实说 从火锅店开始啊 其实 真的很单纯的就是我跟我的发小们 完成了一些儿时的梦想 我们很喜欢吃火锅 就是印象很深的是 上学的时候攒零花钱 然后大家都各自攒零花钱 咱到了大家凑在一起 然后去做的第一件事情 一定是吃火锅 然后那个时候 应该是还上高中的时候 然后大家就说 我们要是长大以后 能自己开一个火锅店就好了 嗯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只是完成了一些儿时的心愿而已 对 至于说 包括密室也是 其实只是我自己的爱好 想 想 想能把自己的快乐 分享给更多的人 啊 但是你看 其实不管我做什么事情 都是跟我的发小一起 我们其实 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在 就是在小时候的年纪 可能我们是在一起玩 然后一起打球 然后一起打游戏 对 然后长大了以后 到现在大家都 有的有家了 有孩子了 然后我们都长大了以后 做一些 现在这个阶段 我们 我们几个兄弟在一起 去做的一些事情 可能再到老了之后 我们等我们回忆的时候 可能 好像 还有的能聊 其实这就是我们的初心 对 至于说 涉不涉及什么 什么商业版图啊 或者什么什么 其实真的没有 其实真的没有这个概念 其实一切顺其自然 有更多 然后我们也 非常非常的感谢 如果说哪天 真的开不下去了 但这也是我们一个 实现梦想的一个 给自我的一种成就感 对 所以 暂时没有什么商业版图 然后暂时就是 希望大家 希望能分享给大家 好吃的美食 然后希望能 分享给大家 更好的娱乐项目 让大家开开心心的 我觉得就足矣了 希望可以在上海 更早的吃到火热的茶 有没有机会呢 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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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觉得到时候 大家都要一起去打卡了 对 OK 好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 哇 好 我突然一下就觉得 怎么感觉 我本来刚开始 今天上场的时候 我还想说 今天好不容易有福利 可以让大家多跟 邓伦的聊聊天 但是我现在刚才突然看了一下手卡 我们今天的活动都快接近尾声了 哇 所以大家是不是完全都没有跟邓伦待购 对不对 哎呀 所以我真的还是希望 我们的青阳 还有我们的京东超市 可以多多的给 各位登星和邓伦一些机会 以后可以跟大家多多的见面 好不好 那当然了 今天晚上我们也非常的谢谢到我们的青阳 还有京东的大力支持啊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嘉宾 来到我们的台上 和我们的邓伦一起来合影留念一下 好不好 好的 来有请我们的领导来到台上 有请 好 来领导台上请 好 欢迎大家 是的同时呢 也要提醒一下我们线上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啊 要记得去购买到我们的邓伦同款的青阳青花露 还有我们的青阳直觉系列 好 请我们的官方的摄影师呢 帮我们记录下这样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和时刻 有请 好 可以吗 好 谢谢 谢谢各位领导啊 谢谢 辛苦了 谢谢 谢谢 好 那邓伦今天呢 刚才说很多登星都说 今天没有给你呆过 觉得时间太短暂了 那还是就借由今天这个机会 还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各位讲 首先还是很感谢你们能来吧 对 然后 其实 其实现在见面不容易啊 对对对 然后因为我也一直在拍戏 是 没怎么出来给大家见面 然后 也希望大家都照顾好自己吧 然后其实 其实有的时候 其实还是我们 其实跟我的粉丝之间啊 其实不是特别的爱表达 但是心里都有 我也知道你们也很 也很想念我 对对对 然后很很关心我 我知道一直都是这样的 所以 所以其实不需要讲太多 对不需要讲太多 对 所以 然后我也希望大家能好好的吧 对 然后 这个 最近 疫情又严重了 还是希望大家 少出门 然后注意防护 然后这个 还是 等 等疫情稳定了 我们再见面 我们有很多见面的机会 所以不着急 我也很想你们 所以 期待我们下一次见面吧 等到每一次见面的时候 也希望我们大家都越来越好 好吧 谢谢你们 谢谢 哇 真的非常的暖心啊 而且 刚才我觉得 伦哥很暖心的是一直在告诉各位 单亲们说要照顾好自己 其实我也要帮各位单亲们跟你说一声 你工作很忙碌和辛苦 也要照顾好自己了 好不好 好 那今天呢 非常的不容易啊 在我们的现场 各位单亲们可以跟登轮度过这样一个非常短暂但是又快乐的时间 那接下来也辛苦一下伦哥 你跟大家一起一张大合影留念一下吧 好不好 可以吗 好不好 好 那当然了你们手上如果有对应援灯牌什么的你们也可以举起来 好不好 好 我在哪 那在这边吧 我们就背对大家 好不好 好 好 来 辛苦 各位单亲们我们往中间靠拢一下 好不好 以确保到我们双后的这个照片当中都有大家 对我们首先手上有应援横幅了我们都举起来 好不好 很漂亮 好 三 二 一 OK 好 可以吗 好 我们再一张 三 二 一 OK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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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谢谢 灯伦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谢谢伦哥 辛苦了 谢谢 谢谢 这边请